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芷余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很奇怪的游戏 这款游戏的英文名字叫做Glitchphobia 中文翻译过来的话叫眩晕症 或者说眩晕或者是怎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叫眩晕症好了 那么我一打开这个游戏就出生在了这个地方 你们看这个游戏的配色黑白的 而且是这种整齐排列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跟视觉有关 我们要进入这道门 什么情况 靠近这个会有一个会有信号被干扰的感觉 那让我进不去 是这样子的吗 原来从这边可以进的 等一下什么情况 我刚刚干嘛了 我刚刚是靠近 Oh my god 我明白了 是这样子的吗 那也就是如果说我靠近这个地方 这个游戏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厉害 这是我吗 我还有脚的呀 好吧 那我们下去吧 好了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哇 这里有水啊 这个水在往下降 这怎么能我能靠近这个吗 这个这一次怎么不能翻转了呀 我能跳吗 我跳不了啊 哎呀 要淹死了吗 我是可以游泳的 往这里 哇塞 哎呦 哎呀 这是我啊 哎呀 我脸为什么打马赛克 而且我不能往后退 你知道吗 奇怪 这好像是有一股引力啊 哎呀 你们看我不能往前走啊 哎 我不能后退吗 啊 哎 很奇怪啊 这游戏好奇怪啊 你们看啊 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可以往这边走的 但是呢 我一旦靠近了这个地方 什么 啊 哎 这个游戏很奇怪 你们知道吗 我不能往前走 哦 我懂了 哦 我懂了 这个房间很奇怪 这个房间超级奇怪啊 你们在看视频的话呢 可能不觉得什么东西 但是我在玩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前进啊 就是后退 后退就是前进 左边右边是正常的 前进是后退 后退是前进 然后呢 我莫名其妙的 好像拿到了椅子 这椅子是干嘛的 踩凳子上吗 然后呢 哦 把镜子打碎了 哦 镜子打碎之后呢 我这个方向就正常了 前进是前进 后退是后退了 Oh my god 啊 哇 这是什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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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哎 哎呦 什么情况 嗯 哦 我知道了 一旦你移动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全黑的 一旦你停下来 又会回到起点 那也就是说 这是要记忆的了 你们看这段路 我要往这边走 然后来绕一下 跑到那边去 哦 是这样的吗 这样 这样吗 哎呀 不对啊 哇 这个游戏 这一关 这一关好难啊 这样可以吗 哎哎 对了 对了 哇塞 哇 这是 这 这什么地方 哈哈 哎 这种游戏玩起来 我觉得很过瘾啊 你们知道吗 哎 我这个头怎么回事 哎呀 你看我这个头 什么时候歪着的 好吧 往前走吧 哇 这个游戏真的很爽 往上去 然后呢 哦 好了 哎 怎么就回来了 哦 你别跟我说 这游戏已经通关了 这游戏已经通关了吗 来来来来 让我来速通一下 OK 然后呢 水 水会下来了 哎呦 水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往上游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样子啊 这方向呢 它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是镜像嘛 后退就是前进 前进就是后退 然后我这个脸 为什么是打马赛克的呢 然后之前的话呢 我无意中好像是在某个 在哪里来着 哦 我看懂了 你们看这边 我之前玩的时候没看懂啊 你们看镜像里面的这边 有个凳子 然后我这边没有凳子的 所以呢 我要跑到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 然后是怎么能这样子吗 哎 你看 在镜像里面拿起凳子 把玻璃砸碎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这个考验这个感觉的地方 然后果冠 然后又往前走 哎呀 这个游戏我觉得 还是很好的 但是太短了 这个游戏如果说 能做成那种视觉效果 会会 我觉得会特别震撼 但是太短了吧 那不管怎么样的 这个游戏呢 也算是玩完了 哎呀 太短了 太可惜了 好吧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帮我的视频点赞 转发以及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 我是纸鱼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